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等杨开醒来的时候 已经不在那个树洞中了 而是在一片荒野之上 脑袋中的疼痛还有残余 让杨开回想起来 不免心有余悸 他虽然才到巫师之境 开启了自己的神念 但他的底蕴却远非巫师能比 秦意志之下竟让他神魂震荡 显然是传递了 无比巨大的信息过来 让现在的他根本无力承受 才一下子昏迷过去 也没工夫仔细查探清 到底传递了什么信息 杨开扭头思顾时 对上了一双清澈明亮的毛子 挣了好一会儿 杨开才到 你怎么在这儿 娇小的少女怂怂肩膀道 秦爷爷让我跟你出去走走看看 他说我一直都住在双雪城中 都外面太陌生了 这就是托付之物吗 杨开摸着下巴自语了一声 之前 清说有个小盟要他帮 又说有什么东西要托付给他 如今看来 清要托付的就是蝶了 十六年前 蝶被遗弃在长青神树下 是清将他抚养长大 但是蝶与清毕竟不同 不可能一直住在双雪城中不出去 但是蝶的身份又太过敏感 单独外出的话并不一定安全 搞不好就要被人针对 有杨开照顾的话就不一样了 在昏迷之前 清说的那句话中似乎也提到了蝶 想清此劫 杨开也就释然了 反正蝶也是个大巫师 比起现在的自己应该都不逊色多少 就算自己想照顾 恐怕也照顾不到什么 清让他跟着自己出来 大概也就是想让他多点见识而已 我们在哪儿 杨开起身看了看四周 茫然问道 蝶道 亲爷爷 以分身送我们出来 这里距离双雪城有五百里 在双雪城的东边 说话间蝶还指了下旁边 杨开扭头望去 只见到那边 一棵一人高的长青树 屹立在路边 散发着与清同出一圆的气息 杨开眉头挑了挑 柔有兴致地打量起那长青神树 蝶在一旁道 你不用担心 双雪布的人还不知道你已经走了 大概都还以为你还留在树洞中呢 清前辈好手段 杨开赞了一声 蝶微笑道 那可是亲爷爷 言语之间显而易见 对清的推崇 转头望着杨开道 我们去哪儿 容我看看 杨开说着话 取出了村长给他的那张地图 观望了一阵 在地图上找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 对比一番确定了行进的方向 冬天离村的时候 他跟村长说过 等开春便会回去 如今春天不远 他外出修炼的目的也已经达成 自然也该回去了 苍南村地处偏僻 这个闭关修 是个闭关修炼的好地方 待他那一日重现巅峰实力 再去探索这个世界也不迟 会飞吗 杨开收好地图 朝蝶望了一眼 蝶吃笑一声 口中咒语响起的同时 背后竟忽然浮现出了一双 五彩斑斓的翅膀 少女仿佛真的化身成了一只 美丽的蝴蝶 偏牵起舞 美轮美奔 翅膀扇动间 蝶已欲空在上 俯瞰杨开 招手道 走吧 发什么愣呢 杨开收起眼中的惊艳 身形晃动 便在前头带路了 蝶头一次离开双雪城 对外界的世界 很是好奇 美眸不断地打量四周 翘脸上一片愉悦的神色 仿佛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 对他来说 都是新鲜的 不过他却并没有去打扰杨开 只是自顾自地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时不时地发出惊叹之声 杨开则是一边赶路 一边消化着清之前给自己灌输的信息 本以为只是一篇修炼功法 可越看越是心惊 因为这信息根本不是一篇功法 所能够概括的 这庞大的信息 几乎包含了清一生的精华 清虽然是个树妖 常年镇守在双雪城中 不曾移动外出 但他的寿命 却有几千上万年 乃至几万年之久 在这漫长的岁月流逝中 沧海变桑田 唯有轻屹立不倒 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经历过时代的变迁 潮流的涌动 他所掌握的知识 晕薄庞大 他的身上 有整个上古时期的缩影 而他灌输给杨开的那些信息 便是他所有的知识和阅历 功法 巫术只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那无尽寿命中沉淀出来的精华 搞什么呀 杨开并不觉得自己帮他一个小忙 便足以让清将这样宝贵的礼物送给自己 可以说这样一份礼物 便是大地级别的存在也会心动不已 对自己未来的修炼有着巨大的好处 只要能将这些知识消化 那杨开日后的修炼必将一片坍途 杨开敢肯定 这必定是自己这一趟秘境历练中 得到的最大的好处了 再不可能有别的东西能与之相比 也多亏了村长孜孜不倦的教导 让他对这些上古文字烂熟于胸 否则如今他恐怕根本无法吸收这些知识 案子庆幸不已 果然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之前若非村长坚持 杨开恐怕也不会去学习上古文字 一路走一路感悟 杨开根本没察觉到时间的流逝 恨不得现在就找个地方好好闭关 将清灌输的知识消化干净 但再漫长的路途也有终点 何况他不过是回苍南村而已 之前实力不够 无法飞行 花费的时间较久 若竟一路飞行归来 只花了不到五天便差不多到了地方 杨开收敛心思 竟不由地生出了一种荣归故隶的感觉 心中不免好笑 爹也显得有些紧张 你们村子的人会不会讨厌我呀 会不会赶我走 我要不要给自己设下个变身术 除了双血布没有了清的庇佑 爹无法一直以魁梧壮憾的面目示人 不过身为大巫师 掌握一个变身术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以他的修为 一旦施加巫术 村子中不可能有人看破的 他喋喋不休 一副丑媳妇要去见公婆的样子 杨开忍不住吃笑一声 正准备回答的时候 却是忽然眉头一皱 举目朝前方望去 下一刻 杨开面色一变 速度陡然加快 直接将叠抛开 喂 叠不明就里 懊恼地喊了一声 不过很快他也察觉不对了 因为前方不远处 一个看似村落的地方 竟是四处起因 这个时辰并没有到生火做饭的时候 又怎会有这么多浓烟呢 皱了皱眉 蝶心中涌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以言不发地加快速度追了上去 少亲 当杨开与蝶落到村子中的时候 蝶扭头望了一圈 心中一叹 这村子遭到了攻击 一片断圆残壁 地面上还残留着不少鲜血 看那血迹的颜色 应该有几天的时间了 这种弱小的村落 很容易就会遭到攻击 整个蛮族 每年都不知道有多少村子 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 而惨遭灭族 叹了口气 跌倒 不是野兽 是人干的 虽然没有仔细查探 但这一点很明显 地面上并没有野兽的足迹 也没有被啃咬的痕迹 明显不是野兽所为 而且战斗 应该很快就结束了 来人要么数量很多 要么实力很强 后者可能性巨大 尽管狄设施未深 但身为浮游部的蛮族 追踪反追踪 是他净乎本能的本事 所以能从村子中残留的东西 看出很多信息来 你们村子有什么仇敌吗 蝶问道 杨开摇了摇头 神念一瞬间如潮水般涌动 疯狂地朝四周扑散 感受到这股神念的强大雄混 蝶眼中满是震惊 这样的神念 比自己似乎都要强大呀 少卿杨开目光一领 朝一个方向持续 蝶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 不过还是迈不跟上 不多时 两人便来到了一个柴火堆前 杨开伸手拨开了那一根根木柴 精准地寻觅到了一个 被木板盖住的洞口 掀开木板 底下立刻露出了几张 惊恐惨白的脸棚 都是孩童 有七八个左右 最大的一个不过十岁 最小的一个也只有四五岁的样子 待看清杨开的面容之后 那年纪最大的蛮童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哭喊道 牛哥 宣出来 杨开伸手说道 那年纪最大的蛮童文言点头 将一个又一个小伙伴举起 送到杨开手上 不多时 几个蛮童便被救了出来 不过因为担惊受怕了许久 又水米未尽 都显得有些虚弱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人攻击了村子 杨开望着那蛮童问道 尊长说 那些人是石骨布的 蛮童咬着嘴唇说道 说话间似乎是回想起了前几日的一幕 身子忍不住有些发抖 什么 石骨布 杨开脸色大变 蝶的表情也是陡然一领 蛮族各大部落的族人 因为所居的地方和修炼的功法不同 性情各有不同 比如说 怒艳布的人 极为好斗 比如说 牧林布的人 性情温和 但若说哪个部落的人 最血腥凶残 石骨布便是公认的一个 无他 这个部落的族人 连同为蛮族的人 都可以当作食物 用来果腹 也就是说 他们是吃人的部落 在没有食物的时候 他们甚至会自相残杀 保食自己的族人 更不要说对外人了 如此可不凶残的部落 让蛮族各大部族 都对其敬而远之 甚至有人觉得 石骨布根本就不是蛮族 而是一群会开化的洪水猛兽 最好将这个部落抹杀 可惜的是 石骨布中 有一位实力强大的巫盛坐镇 除非集合整个蛮族的力量 否则没人愿意 与石骨布倾起战端 而且石骨布的人 牙刺比鲍 轻易不好招惹 苍南村被那样的敌人攻击 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死了好多人 牛哥 你快救救村长他们 那最大的蛮童哭泣着 一脸欺望地望着杨开 似乎对他来说 杨开是无所不能的 事情发生多久了 杨开沉声问道 三天了 三天也不知是否来得及 杨开没有迟疑 转身冲叠嘱咐道 照顾好他们 爹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嘀呼道 你做什么 别去找死啊 杨开凝笑 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 爹摇头道 事情都过去三天了 你现在去追 也未必追得上 被石骨布的人擒祸 下场只有一个 被当成食物 说不定 你村子中的人 如今都已经 那他们也要付出代价 杨开甩开他的手 脚步一措 凌空飞去 爹望着他的背影 叹息一声 缓缓摇头 几个蛮童 却都张大了嘴巴 惊奇地望着天空 那最大的蛮童 一脸崇拜道 牛哥会飞了 苍南村 有将近三百村民 无论男女老幼 全名皆宾 想要俘获 这样庞大的树木 石骨布出洞的人手 绝对不少 所以他们撤退之时 留下的痕迹 也很明显 杨开一路沿着痕迹 追踪过去 并不是什么难事 大雪积雪消融 正是万物复苏的时候 许多石骨布 冬天的储粮 快要消耗完毕 所以才会出来 寻找食物 然后无意中 发现了偏僻的苍南村 将之当成了 公鸡的目标 而据杨开所知 石骨布的人 虽然百无禁忌 连自己的族人都会吃 但他们毕竟还是人 所以更喜欢吃新鲜的 换而言之 他们并不会一次性 将所有的俘虏全部杀死 只会在有需要的时候 才将猎物再杀 这就给了杨开救人的缓冲时间 只要在事态发展到 无可挽回之前 拦截住他们 或者找到他们的老巢 将人救出来就没事了 天色入黑时 杨开来到了一处石堡前 那石堡依山而建 背后一片悬崖峭壁 光滑如镜 占地颇广 石堡内一个个体型魁梧 半向猙獰的蛮族 提着各式各样的武器 来回行走 青面獠牙 看起来就如同厉鬼一般无二 而在石堡的石墙四周 似乎还挂着一些东西 杨开运足目利看去 顿时崖子欲裂 那倒挂的东西 赫然是一具具尸体 粗略一数 最起码也有上百具之多 整个沧南村才只有三百人啊 这里就已经挂了一百具尸体了 杨开心中意冷 浑身散发出来的寒意浓如食指 到底还是晚了一步 轻轻地吸了口气 平复自己愤怒的心情 杨开从藏身处站起 准备趁着夜色摸进石堡中 伺机行尸 他如今虽已净身巫师 等下的大巫师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这石堡内 按道理来说 不可能有巫王坐镇 但小心一些总是没错的 便在这时 杨开似乎是有所察觉 又将身子扶了下来 摒弃宁神 朝另外一个方向望去 那边嬉嬉索索 似乎有些动静 尽管微弱 杨开却听得一清二楚 悄悄地放出神念 往那边一扫 杨开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沉饮片刻后 杨开如泥鳅一般朝那边摸了过去 少卿黑夜中想起了一声惊呼 谁 话才出口 便被人捂住了嘴巴 杨开将手竖在嘴边 嘘了一声 安慰那被他制服的蛮族战士等 别紧张 我不是敌人 那蛮族战士惊害欲绝 对方虽然只用了一只手 但任他如何拼命 竟都无法摆脱前置 几次挣扎之下 只感觉浑身冰凉 手脚发了绝望笼罩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